好,那么我们上节课讲到这样一个成员预算符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身份预算符 身份预算符如果要把原理讲清楚 它需要我们能够理解这个Python里面对象这样一个知识点 但是对象目前来说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学习还为时过早 我们肯定会在后面的课程中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对象的概念 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基础的阶段 大家需要一步一步的来 对象当然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也一定会讲到 身份预算符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好,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 就是我们的身份预算符 它最终的返回结果 同样是我们手机的固案识 好,那么身份预算符有什么作用 这里我并不会直接给出身份预算符 在Python里面的定义 因为从这个定义上面来讲 以我们目前所学习的知识 并不能够很好的理解 所以说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这样一个实际的事例 来驱动我们的理解身份预算符的概念 好,我们先看一个事例 我现在把1负给A 然后把2复制给B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A,B,B这样的一个身份预算 它将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好,我们直接回车看一下 好,它得到的是False这样一个固案值 好,那么综合我们现在所举的这几个事例 似乎只有两个变量 它们的取值相等的时候 注意我说的是取值 只有当它们取值相等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身份预算符才会返回结果 那么如果我们刚刚的这个结论成立 就是如果两个变量 它们的取值相等 则意思操作符将返回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想想 身份预算符里面的意思 和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这样的一个 关系预算符里面的这两个等号 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似乎是没有区别的 如果A等于1 B等于2 那么A和B做关系比较的话 它肯定是不相等的 但是如果A等于1 B也等于1 那么无论你是做这样的一个身份预算 还是做这样的一个比较预算 它们都将返回相同结果 但是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实例 如果A等于1 B等于1.0 好 那么此时我们首先做这样的一个关系预算 A是否等于B呢 A确实是等于B的 但是此时我们再看一下 身份预算 它将反回false 好 那么从这个实例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 E这个身份预算符和双等号 这样的一个关系预算符 还是有区别的 好 那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关系预算符 它所比较的是两个变量的值 来注意 值是否相等 但是我们的E字它不是比较值相等 我们的E字它比较的是两个变量身份是否相等 好 那么如何理解身份这个概念呢 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可以简单一点理解 就是E字是比较的两个变量的这样的一个内存地址是否相等 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内存地址 内存地址 这个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过了 之所以A等于B等于1.0的时候 A以及B是不相等的原因在于我们可以看一下IDA 看一下A的内存地址 它是这样一个数的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IDB 它是这样一个数 明显的这两个数是不相等的 所以说A以及B它返回的是false 但是我们的这个关系预算符的等号 它不会考虑你的这样一个内存地址 它考虑的是你的这两个变量的取值是否相等 1和1.0在数学概念上来讲的话 它就是同一个值 所以说你用关系预算符得到的A是否等于B 答案是肯定的 True 好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了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就是身份预算符 两个变量它在取值上相等 并不等同于它的身份也相等 身份怎么表示呢 身份其实用内存地址它是可以表示的 因为这个内存地址不同 所以说它们的身份不同 我们ease比较的是身份 好 那么身份预算符除了ease之外 还有个notese ease表示的是一个变量的身份 是否和另外一个变量相同 好那么notese很容易推测出就是一个变量的身份 是否和另外一个变量不等 好 那么这个身份预算符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后面的时间又是我们的思考题时间 好 下面我来出题 我现在把一个集合1,2,3 复制给这样的一个变量A 好 然后我再把另外一个集合2,1,3 复制给变量B 好 第一个问题 A和B做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 它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好 第二个问题 A和B做这样的一个身份运算 它的结果又是多少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道题 我们现在把一个原主1,2,3 复制给变量C 然后我们再把一个原主2,1,3 复制给变量D 好 同样的问题 C和D做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 它的结果是多少 C和D做这样一个身份运算 它得到的结果又是多少 好 那么结果是多少 执行一下这样一段代码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但是问题还是在于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